不應該形容人家是渣男 那意見有不同 大家充分討論 陳鴻家應該就是渣男嗎 他不只是渣男 他那個如果只講渣男 那太客氣了 董事長 你現在的全民國防概念是有點爭執 那董事長昨天用渣男形容 那聽到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不應該形容人家是渣男 那意見有不同 大家充分討論 都是關心國家 都是關心國防安全 這應該大家充分交換意見 那陳鴻家應該就是渣男 因為他殺了自己的女友 那現在就是他的那個女友的媽媽 就有寫信說 希望台灣政府程序能夠解化 可是這東西到底是說台灣政府 還是香港政府 他不只是渣男 他那個如果只講渣男 那太客氣了 他是個殺人犯 那這是涉及到司法管轄權 跟很多公權力的運作 我們認為香港政府 應該跟我們政府 就有官司法互助等等來進行 那我們非常同情被害者的父母 那也希望他就近 要求香港政府 趕快來讓殺人犯神之以寡 不要讓他在香港爬爬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